立委陳明文 三百萬巨款遺雲 遺落在高鐵的神秘登機箱 外界更關注的是 接下來怎麼查 怎麼辦 回顧陳明文 在過去嘉義縣長任內風波也不少 2007年涉嫌圖立特定廠商 被裁定三百萬交保 外界嘲諷陳明文 出手永遠都是三百萬 但大伙沒注意到的是 當時的辯護律師蔡壁仲 可是如今的法務部政務次長 不僅陳明文涉案時 都有他的如影隨形 不方便回答的 更由蔡壁仲擋在前頭 這回陳明文帶著三百萬 把高鐵當作運鈔車 蔡壁仲卻是認為 很多人也在規避通報 難道是想替陳明文緩家嗎 法務部負責洗錢業務的 正式政務次長蔡壁仲 那麼他除了過去 是陳明文的御用律師外傳 他現在的位置也是有陳明文在主見的 為此這回他是否應該要迴避調查 錢的用途真的是拿來創業投資 珍奶電嗎 有媒體人對陳明文父子提出告發 洗錢房子的通報中心 是法務部次長蔡壁仲在管的 蔡壁仲是誰 蔡壁仲就是陳明文每一次貪污 幫他辯護的律師 法治時報社長黃岳紅 4號早上到台北地人署地狀 依照規定陳明文負責倆 如果沒有辦法清楚交代現金來源 按照洗錢防治法 2016年制定的新法 裡頭第15條特殊洗錢法 因為沒有合理來源 又和收入顯不相當 企圖規避洗錢防治審查罪最高 可判5年以下 幣科500萬罰金 302號 檢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這比300萬在高鐵上是誰 什麼時間帶上車 到底要交給誰 隨著陳明文遭到告發 習日御用律師 已經勾遣到政務次長 是否有更深一層的政治布局 引發討論 繼續台北蔡壁報導